好,我們就要開始可以講分子是怎麼寫 剛剛講就是元素符號跟數目 我們就寫元素符號 然後呢,在它的右下角 標示出它有幾個 如果是只有一個,就把E省略不寫 比如說,這個寫作S80的意思 就表示有八個瘤組成在一起 變成一個斜方瘤的分子 所以S8就是八個瘤,湖一起 我們前面學過符、八克球 有60個碳,所以要怎麼寫 C60,右下角寫60 表示60個碳,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八克球 符、八克球 所以寫作C60 所以,當我寫FE2O3,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叫做三氧化二鐵 簡稱氧化鐵 那麼就表示什麼意思 三個氧加上兩個鐵 三個氧原子加上兩個鐵原子 合起來構成一個三氧化二鐵 氧化鐵的分子 所以是兩個鐵加三個氧構成 然後如果是一個鎂加兩個氯 變成要怎麼寫呢 NGCL2 一一省略不寫NG 兩個氯CL2 所以叫做NGCL2 所以我們氯化鎂的不能寫錯NGCL2 這樣子 OK 舉認清楚這兩個寫法的意思不一樣 當我寫2H的時候 是表示有兩個H 有兩個H 這個叫做雙胞胎 兩個 圖式長這樣 有兩個H 兩個氫原子 但是如果我寫成H2 H2是連體音 這兩個氫原子有馬在一塊 有連在一塊 構成一個氫分子 所以H2是一個氫分子 其中有兩個氫原子 所以圖式是長成這樣子 兩個有馬在一塊 兩個有馬在一起的 那這叫做我們的H2的意思 所以一個叫2H 一個叫做H2 兩個意思不一樣 請你分清楚 那麼 2H2什麼意思 就是有兩個氫分子 每一個氫分子都是H2 所以就長成下面這樣子 兩個連體音 兩個連體音 連體音是H2 兩個連體音 兩個H2 就這個意思 OK 就這樣 就這個意思 OK 就讓你了解 上面的意思是什麼 2H跟H2的意思有什麼 不一樣 希望你能夠明白 一個是雙胞胎 一個是連體音 一個是氫分子 一個是兩個氫原子 2H是兩個氫原子 H2是一個氫分子 好 所以請問你這樣的寫 它有幾個 它有幾個 2H2SO4 H2SO4叫做硫酸 2H2SO4 表示它有幾個硫酸 2H2SO4 2H2有幾個氫分子 兩個氫分子 對不對 所以這幾個 流酸分子 兩個 兩個 那這兩個裡面 有幾個氫原子 這兩個裡面 有幾個氫原子 剛才不是2H2嗎 不是看出來 還有幾個氫原子嗎 那同樣比照辦理啊 還有幾個氫原子啊 30 30 30喔 請坐 2H2SO4 請幾例 還有幾個氫原子啊 4個 請坐 還有4個 一個 H2SO4 是有兩個氫 兩個 所以2H2得4個氫 比照辦理 有幾個流原子啊 有幾個氫原子啊 那有幾個氫原子啊 比照辦理 6號 幾個 2H2SO4 有幾個氫原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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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2 1 1 不知道 1 請坐 1 1 不知道 請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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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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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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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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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就可以了,因為這個後面的血液麻煩大腦 然後乳素都是雙原子分子 他前面講過了,所以呢,B要寫什麼? CR2 BR要寫什麼? BR2,他用雙原子分子 氣體除了鈍氣之外,那個亥南亞之外 也都是雙原子分子 所以亞O2,氮N2,就是雙原子分子 再來雙原子分子,OK 再來有根價表 講義上28個也有 我沒有會,我沒有單獨考根價表 你不爽背,你也可以不用背 但是如果你有背 如果你有背 然後配合我後面教教的 你如何湊出化學士,你學會了 以後我給你寫任何東西的中文 你就會寫出他的化學士 就會通通寫出來 那如果你不背勒 不背就是 你考試課本 看到一個就背一個 看到一個背一個 反正國中會出現的也不多 背完就好 背完你就會了 這也是個方法 你懂齁 如果你有背根價表 以後你會自己湊出來 東西怎麼寫 不會背 就看一個背一個 看一個背一個 那這裡有所謂的根 有所謂的根 跟氨根啊 氨根 氫氧根啊 根就是一坨的原子團 這種原子團的性質 會跟我們以後叫做原子相似 那麼就集合性質 那種所謂根 比如說碳酸根 那種根 當作一整坨 那種整個在作用 OK 就是讓你了解一下 後面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到底怎麼湊出我們的化學式的 OK